Hello,大家好,我是Outdoor Living的店長,我叫飛機 我應該說我是Outdoor Living和Wild Living的店長,我叫飛機 因為有些網友看到我們Outdoor Living 都很努力去做一些內容給大家看 他們看到有一間好像叫Wild Living 他們跟我說飛機好像有人想抄襲你的東西,叫Wild Living 大家不用怕,也很感謝大家這麼關心我們 那間Wild Living其實都是我們的 主要都是買一些家用的產品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去找一些好的產品回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些洗眼鏡機、空氣清新機 這些就不太適宜放在Outdoor Living買的 所以我們就特意多開一條Line 都是買一些我們試過一些很好的產品給大家 說回今天的正題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把一些太陽眼鏡 放進褲袋,或者放進衣服袋裡面 所以很多時候都需要一些眼鏡盒 或者又要用眼鏡袋,再放進背包 或者放進女士的手袋裡面 都好像覺得很麻煩 究竟怎樣才可以隨身攜帶一副太陽眼鏡 又可以很方便呢 其實有些人問我 隨時隨地戴著一副太陽眼鏡 這麼重要,有什麼重要 我自己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 戴著一副太陽眼鏡出去 就是要去看女兒 就是去看女兒 你知道看女兒有時候 其實就不可以讓對方看到你的眼神 究竟你是這樣看著她 還是直看著她 這樣很尷尬的嘛 不過,不好意思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我身為一個爸爸 我看女兒 都是看來看去的 都是那兩個而已 一個四歲,一個七歲 永遠都要金睛火眼地看著她們 但是呢 跟其他人看女兒都是一樣的 我都是不可以讓她們看到我 看著她的 因為她知道我看著她的時候 她就不會做一些壞事出來 就會避過了我的監視 所以有時候戴著太陽眼鏡 假裝睡覺 她就做壞事 就可以抓到她們 那回頭了 就是這個 這副太陽眼鏡 怎麼搞啊 這些太陽眼鏡 硬框框 怎麼可以放在褲袋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 就是沒有方法的 沒有方法的 喂,飛機你不要玩我啦 看著你講了這麼久 沒有方法 其實有一個方法的 你把這副放在褲袋 就沒有方法了 那方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買一副 放在褲袋的 就像我手頭這副 我們叫做薄切8.5mm 薄切8.5mm的眼鏡 那你看一下 或者我們用一個閉嘴看看 其實這裡剛才拿出來的這個 膠套是已經截了 那副眼鏡已經對接了 你看看 看看有多薄 那我試試打開它看看 其實它對接了 然後呢 兩邊有個瓶 那就可以揭開它 還有呢 其實它真的做到很極致的了 它連鼻托呢 連鼻托這裡 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 我們叫做 接平的位置 那一攤出來搞定 就可以戴得 那它 或者可能大家不知道 8.5mm有多薄 那我可以拿一些 大家日常會戴入褲袋的東西 我們出來 compare一下 那我準備了一個卡尺 那看看這個 看不看得清楚 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啦 剛才提過了 8.5 8.3 不要吹噓了 8.3mm 大家看到這裡 8.3mm 那我 compare一下 一包紙巾 一包紙巾 到底有多厚呢 就二十多mm 就是2cm 多一點 那或者 如果是 一部電話呢 就 9.5 9.3cm 那其實 如果這樣說 就是這個 這副眼鏡呢 這副眼鏡呢 是比一部 iPhone還薄 接著還薄 那所以 把這副眼鏡 放進褲袋 絕對沒有問題 那它還會連一個 直膠套給你 其實 即使 這個 如果連直膠套 都是十多cm 所謂十多mm 都是一個 很薄的數字 所以 其實你這些 放進 好像這樣 放進衣袋 或者像男士 那樣 放進褲子的 斜插袋 絕對沒有問題 比起 上來 更小的電話 又薄過一包紙巾 隨時可以 放進褲袋 不需要整天 好像這些 說真的 O字頭這些 我都有好幾副 是舒服的 尤其是運動 起上來是舒服的 但是 它始終接不上去 還有比較瓦炸 有時候 帶出去 就沒有那麼方便 接著 你就會問 你這副這樣的東西 摺到這麼小 會不會帶起來 很不舒服 很噁心 我可以試試給大家看 其實戴上去 我自己覺得 跟其他眼鏡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可以試試 這個型 給大家看 我最近發覺 我自己有 做了一些 Top YouTuber的潛質 因為近來我常常 學別人 怎樣去做YouTuber 還是發覺了 很多Top YouTuber 都是沒有什麼頭髮的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戴上去 這個型 大家看到了 看得清楚 我可以戴上這副 我平時 如果去運動 行山 戴這副 比較一下 其實戴上去的型 這副會 隨便一點 出街款 其實它是輕身的 20克 所以戴上又不會很重 這副眼鏡 我們親身見過他們的設計師 是香港人來的 他們之前放上Kickstarter 都籌了差不多 一百萬港幣 好像八十多萬 即是未及一百萬 但成績也算不錯 我也拿過這副眼鏡 給我的朋友 做了十幾二十年的眼鏡 那些朋友看過 他說這副眼鏡的 設計師 是絕對值這個價錢的 因為你看到這個框 整個框是金屬製造的 所以它才可以做到這麼薄 而有這麼堅硬的構造 這副眼鏡 戴上舒服 看上去也舒服 因為它是一個偏光鏡 有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買太陽眼鏡 是不是一定要買偏光鏡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偏光鏡 就是你看玻璃 或者看一些水 可能你玩水上活動 那些反光會比較少 譬如你帶了偏光鏡 譬如你駕開車的朋友 有時候你放了一些東西 在車頭 有一個擋風玻璃 斜斜地 它會反射一些反光的東西 你會看到 但如果你戴了一副偏光鏡 太陽眼鏡 那反光的影像 就會少很多 那你就會直接看穿玻璃 透光度會高很多 去玩下水也一樣 有時候太陽射到水面 會反射到你的眼睛 那些反光位 都會少很多 所以 為什麼偏光鏡 帶起來比較舒服呢 就是 少了這些 反光位 就不會太刺眼了 那你說 有時候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怎樣去分 什麼是偏光鏡 什麼不是偏光鏡 我可以拿一個 其實你可以拿類似這些 這些LCD 這些手錶 或者一些顯示器 你可以拿去 這樣 你看到現在 整個畫面 都黑了 都黑了 然後你一邊拎 拎一下 你就會看到它 是吧 看到下面透光的 然後拎一下 這樣拎到這裡 整個畫面都黑了 再試一次 OK 這裡都黑了 這些 你一邊轉角度的時候 你看這隻錶 有時候 一轉到這裡 就黑了 轉到這裡 就看到 那些就是偏光鏡 如果你轉來轉去 它也是一樣 可以看到這隻錶 只不過是暗了一點 那些就 不是偏光鏡 通常一般偏光鏡 都會貴一點 這副 現在介紹的這副 這副薄切 就是偏光鏡 所以你看到它的錶質 以及設計 都很少 眼鏡可以做到這樣 這麼薄 8.5mm 8.5mm 即是1cm都不夠 接著可以放進袋裡 又有偏光鏡 帶起來 都叫做型仔 我經常說 如果我 為什麼經常拿我來做模特兒呢 就是 因為我戴都OK的時候 大家戴起來 就很帥 即是我反過來 別人找很帥 找郭富城 彭于衍那些 嘩 你戴得好像他那樣 有一半都好了 我反過來 如果我戴都OK 大家戴一定OK 一定OK 這副眼鏡 基本上是這樣 記住 你可能會覺得 價格也不算很便宜 因為相比外面的眼鏡 這副也超過千的 不過我們有會員價 記住 先登入 然後再看價錢 才要購物 有會員價的 有些人也問我 飛機你們又有 Wild Living 又有Outdoor Living 會不會會員是雙通的 其實是通的 你先在其中 Outdoor Living 或者Wild Living 你先升級了 即是買滿1000元 或者買滿3000元 是累積 累積 買滿了之後 譬如你升級了 做熟客仔 大概 第二天 你升級了之後 第二天 你去另一間商店看 就會自動 你用同一個電郵 就自動升級了 所以其實 在其中一邊 升級了之後 在另一邊 就可以享受到同樣的優惠 但是 有些人會問我 可不可以兩邊加起來 足夠1000元 或者兩邊加起來 足夠3000元 可不可以升級了 這樣就不行 因為系統上 我們問過我們的programmer 這個方法 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著數的 就是 永久的 一升級了 就一輩子了 我們其實都很貴重 和大家的關係 總之買開的 一直都是會員價的 今天基本上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副 薄切 8.5mm太陽眼鏡 可以幫到你 戴著這副太陽眼鏡 周圍去 也不會阻礙你 也不會硬硬炸炸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再找一些 新產品介紹給大家 再見 拜拜